调花拖的颜色 藤黄加花青调出这种浅绿 笔尖加一点墨进来 变成这种浅的墨绿 然后笔尖调腌制 这个我们用来画大鹅 这种小鹅部分 有的包起来 这样给它弄出一点 这个大鹅就一点点了 这个颜色比较深 小鹅多加一点这个胭脂 这里加一点点 下来 原画的进去比较大一点 可以这样 再来把这个大鹅小鹅 这些花拖的地方 花近的地方就表现出来 这下制裁的时候呢 我们调出这个墨 这个浅绿里面都加了墨 颜色不能太艳丽 太艳艳的话 等下就宣冰夺主了 所以我们都用墨 稍微沉着一点 下面这些点 我们用重墨 不是浓墨 点出这些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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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萝卜点出斑点 层次变好 画中有画,画外有画 所以把这个延长一点 我们画这个稍微淡一点的 这个枝条的目的 前面要画浓的枝条 所以开始的时候这比较淡 然后叶子好覆盖 因为上面要画浓的叶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点出它的数字的那个质感 一般在顿比的地方点一下 再来这个画的枝条 两处一组两组 这个动态靠右上 黄花四景 这个盛世花开的这个景象